花蓮牛是以水牛和黄杂牛为主 为了增加民众对于花蓮牛的认识 花蓮县政府在日前举办了 花蓮山野牛肉便当料理竞赛 希望借由餐饮科学生创意发想 鼓励乡亲使用花蓮在地新鲜牛肉及食材 也发展具有在地特色的花蓮山野牛肉便当 八组分别来自四维高中和上腾工商餐饮系学生 在老师指导下厨房里忙进忙出 日前花蓮县府农业处和农产运销公司 合作举办总奖金一万元山野牛便当创意竞赛 此番透过活动推广花蓮优质山野牛的食材运用 那其实全台湾现在有养水牛已经只有2000头了 那其实大部分700多头都在花蓮县这里 那我们花蓮好山好水的环境生产出来的优质牛肉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创意竞赛的便当比赛的活动 能够有不一样的菜色跟呈现 那当然会希望我们这边在地饲养的牛肉 能够有更广泛的推广 花蓮在地优质的山野牛几乎都销至台南 成为台南享誉国企的温体牛肉汤食材 每台斤要价480元 但在花蓮市产地再加上店载厂就在凤林 竞价成本只要约三分之一 牛肉食材在花蓮运用人不普及 希望透过料理竞赛来推广 从店载到消费者的口中 既里最短是全台湾的食材食物里程最短地方 我们让这个新鲜牛肉保持它的新鲜度 鲜美还加上我们把 加上所乘的技术 还有分切的技术 还有拨筋的这些技术 我们透过这一次活动 我们把我们的花蓮的在地便当 把牛肉便当把它呈现出来 从主题理念、视觉、口感和美味、推广性等面向评比 邀请四位大厨评选为便当打分数 最后获得优胜的为四位高中粉色回忆的经典双宝便当 而上腾中学家家游欧的幸福日光便当则是获得特优 因为我们花蓮牛的质地是非常硬的 所以我们用手切肉的方式去做出我们的日式的可乐饼 可是我们可乐饼有加一些米 然后叫做米香可乐饼 然后再做出中式的吉利卷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牛肉杏骨条 然后这些菜都是用我们的牛油去炒的是非常香的 透过竞赛给学生识做其提案机会 互相学习观摩 外来得奖便当也有机会在农产运烧公司进行贩卖 让花蓮优质肉品能够成为乡亲的首选 接着讲帮演出逢想报导 88.000节目 4.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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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